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沈富雄他有特别提到 他说蓝莹只要用一些温馨感动的方法 去感动那些教育水准比较高 不然不虑的年轻族群的心就赢了 好这当中呢他有特别说 柯文哲的支持者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圈起来洗脑他们 第二个就是放任他们 这当中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另外还有这个黄阳明有说 柯文哲的民调已经被打回到五月中的水准了 他说这半年等于柯文哲就是一个泡沫 好蓝尾李德韦他有说 民众党退出的柯营配得票率可能会在两成左右 因此他分析的是侯康配能够冲上45% 那么就代表民进党的赖销配的支持度不足四成 好如此一来呢那就有胜算了 钟小平他的分析是 根据国民党的内参民调 其实侯康配反倒是赢赖销配三个百分点 因为呢他的说法是 我们现在是50岁几乎赢到100岁 那这个族群的人最喜欢去投票了 所以他认为说这场选举的胜率不止一半 我想问一下蔡委员你怎么样看 目前所公布的民调并没有钟小平的那个说法 所有的民调 因为他是内参吗 上次他内参跟他后来拿出来也不一样 所以这钟小平的说法 这个其实现在很关键啊 现在撒卡都 所有的民调还是赖销配领先 我们必须很冷静的去面对客观的现实就是这样 再来第二个指标包括美丽岛电子报 或者其他查的就是看好度谁最高 还是赖销配最高 而且差距很大 在这两个变数里面啊就是你现在和赖销配如何去拉高你的支持度 那翻转大家对你的看好度 这两个现在就是请全力就是靠这两个变数的一个改变 那票从哪里来呢 可能从赖销德那边拉过来吗 我觉得这个几率稍微比较低一点 因为赖销德你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的民调从来没有跌破30% 没有跌过30% 表示它的底盘就30 一直在30之时度跟40之时度中的飘荡 那最新的 因为对他来讲算是比较不利的民调就是美丽岛电子报 他又上去了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个证兆 而且又拉开了这个赖销配又拉开了跟 核照配的差距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 那当然大家想说年轻人 那你要想一想说 难道这个从赖销配那边拉不过来 那唯一的部分呢就是什么 就是科武配嘛 那你要从科武配里面 他也有老年人的选票 他不是没有 也有年轻人的选票 那各个阶层啊 当然大家现在着重在说年轻的选票 因为科武配在年轻的选票 少则4成5多则5成5 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比率 那要么你要怎么让他过来支持 核照配而不是反而倒过去支持赖销配 这是第一个要防止他倒过去支持赖销配 如果以美丽岛电子报的看法 那民调他是很多人放弃了科武配跑去支持赖销配 那这当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麻烦 就是不支持科武配就跑去支持赖销配 那为什么不过来支持这个核照配呢 所以这个除了说刚才赵沙刚说 他愿意亲自到了校园 去跟学生们来做的 当然了这个年轻人里面大学生一部分 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大学生 我们先确立这个前提 那他虽然不能到校园 可以到校园旁边的香港场地去办活动 去把他们找到校园门口校园旁边 去开讲这也可以 所以我是觉得赵沙刚很努力 其实我们不能否认 这一波民调上来 主要是赵沙刚的校园 就是说我一讲过的合唱团校园 那个这个侯友宜一个人唱 好像门票不是很好 票房不好 那再加上个韩国瑜票好一点 再加上个赵沙刚票房更好 而且赵沙刚的活泼程度 有过之而不及 完全不比这个韩国瑜还逊色 所以可以创造很多的话题 这两天 这个他的新闻都比侯友宜还要多 这是好现象 那你觉得赵沙刚他抛出 让白银可以入阁有用吗 有用 我倒是觉得如何去让白银的人 化解掉在蓝白不合以后的矛盾跟冲突 那个很多蓝银的或者是蓝银刚开始的发言人 或者是智库也对蓝白不合以后对柯文哲请全力的攻击 这个会留下壁垒跟伤痕 那这个壁垒跟伤痕如何在短期内弥补 那么邀请这个白银的人入阁 这不是为一个 一个缓和紧张缓和对立 因为毕竟他不是主要敌人 而且应该说他根本不是敌人 那不是敌人就要当朋友来看待 要把柯武当作朋友来看待 很多地方就不要再制造双方面的矛盾 那有时候当然柯武也会有一些 一些脾气性的话 也就不用太认真去看待 但是好事情就像卢秀燕默默耕耘 所以你看中部地区 是口有唯一领先的区块 那为什么领先呢 我认为卢秀燕请全力在帮忙 蔡碧如会使中部地区 这个柯文哲的支持者 会总该觉得人家对我们也不错 对不对 那就不用太跟卢秀燕计较 卢秀燕也担论了谁 蔡碧如的竞选总部主委 那举手不打笑脸人嘛 卢秀燕说你请投给我们国民党一些票 他也会过来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中部地区 很明显的是唯一这个 侯照配领先的区域 其他的都没有明显的领先啊 委员你提到这个区域的民调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丽岛电子报 其实有针对这个区域的民调 观察其实侯照配在北部地区 是隐瞒多的 那南部地区依旧是赖销配是大胜 但是呢观察到一个是 柯营配喔 其实在南部的支持度 非常非常的低 那其实这长期以来 就是大家都觉得是北蓝 南绿嘛 但是你觉得 在2024的选举 是不是侯 侯康配他们其实在南部 其实并不是没有机会的 只要南部的选票可以拉起来 是不是就有胜算 从区域来讲是这样子啊 可是从那个年龄层来讲 因为南部的年龄层都比较偏高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南部的民调 会接电话的年龄层偏高 不表示南部没有年轻人 你要注意到这个现象 那你看到的说 云嘉南 高平 正面的来看说 这个当时 萧美琴跟侯友宜的这个差距 已经比当时的 蔡英文跟韩国伟差距 缩小很多了 上一次几乎是什么 几乎是2比1 现在已经缩小到2比1以内了 所以算是一个好现象 那这个台北市 本来国民党就要赢啊 韩国瑜跟那个谁 跟那个蔡英文的说 赢蔡英文啊 台北市赢蔡英文啊 所以就是说 看能不能拉高一点 看能不能拉高一点 如果能够 这个柯文哲还有20%的选票 这个国民党 要到达我以前讲过的 那个连胜文防线 还要再努力 可能还要再努力 所以 所以这个赖清德肖美群 能够在30% 一直把它压在30% 那就有希望 那现在看看柯文哲那20% 有没有气宝的效应 因为这里面年轻人比例比较高一点 看你有没有请求他们资源 像那个刚才那个谁 黄英文跟我讲啊 他说这个在新北市啊 有一个民众党的这个立委候选人叫李友宜啊 他国民党是没有提名 然后他是跟那个 跟那个民进党的林淑昏在选 他说国民党的猴赢的这些一些人拒绝去服选他 我是觉得这个时候反而可能要反向操作 可能要反向操作 所以我就想说这些也许有地方性的恩怨嘛 那就可能要赵少康亲自去服选他 那这个帮他挂像卢秀恩一样 帮他挂竞选总部主委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那个白营的选票 他如果觉得柯文哲选不上 他要过来这边支持 才有一个温情喊话的效果嘛 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有用 你去讲什么登广告啦 什么温情喊话啦 不如你就说你的人我直接帮你忙嘛 对不对 这个最有效嘛 那怎么会在新北市 这些人想不通呢 有私人恩怨这个时候有那么重要吗 对不对 你就应该主动去服选他们的人嘛 对不对 那你不是服选他的人在当地选军 你会给全国人看到说 哎呀你看 国民党总在做个弥补了嘛 对不对 你们的人我们是这样照顾您 对不对 那过去的就算了吧 这个战略是对的 你就看卢秀恩这么卖力 不是没道理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也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